炎热夏日少不免会开冷气和风扇 凉风直吹使人瞬间降温 不过,如果将风扇直吹身体后果可以十分严重 吹之前要留意吹风扇的潜在危机 是意图经周刊 近年有些吹风扇致病的个案 如早年有中国女童音对正电风扇睡觉而患上面瘫 此作严无法闭合 嘴巴歪斜肩不停流口水 相信日常也有人曾试过吹风吹的头痛、感冒等 为时要吹风会令人不适 吹风扇有时要遗迹 注册中医是蚯蚓灵指 这些身体部位不能被风扇直吹 可引起风寒入筋落 引发各种疾病及症状 途中时电子爆直吹那些部位会引起不适 头部、头痛、面部、面瘫、关节、关节痛、手脚、影响器械流通、手脚麻痹和手脚冰冷度、腹泻、筋痛颈部、咳嗽、颈背痛、背部、腰背痛头是珠羊之慧 是阳气集中的地方 受寒后除了会影响头部 也会影响整个身体阳气 头部易受寒是因为无衣服覆盖 另外有些人洗头后不吹干 也会特别易有风邪入筋 面上有两条经脉 面部被风常吹 身体蓄弱者一旦受寒便很易引起血管禁乱 甚至面瘫 是意图一点资讯 直吹身体不宜超过十分钟 吹风扇需要避风头 岂不是不能吹风扇 如果太热想吹风扇也是人之常情 邱医师建议大家可短时间直接吹 不宜超过十分钟 如果你是身体较蓄弱的人士 可将风扇吹向墙壁 令空气流通 是意图科学最前线 不建议淋浴 运动后吹风扇 下班或外出回家 运动 用暖水热水淋浴后 总想下火吹一会风扇 邱医师回应 这些情况下不宜向身体直吹风扇 由于流汗后毛孔张开 风邪更衣若体内经络 所以最好将风扇吹向墙壁 先令体温慢慢降低 突突着着 吹风扇小贴士 强度 如果不直接吹身体 强度不拘 可按需要调教 入睡吹风扇 最好盖帛 为以免受风吹 吊效风扇自动摇摆 与风扇保持约2米以上的 感谢观看